我有一個小竹鋪滿 獨自圓鼓鼓 卻不愛吃飯 小竹鋪滿陪我走伴 心中的願望 交給他來辦 某某理財教室 來 今天來 我一直說 剛剛好怕 今天剛剛好想問 你要看 我看清楚一點 好痛 老師來了 回座位 各位同學早安 老師早 最近老師想跟同學來玩一個 獎勵小遊戲 老師 請問一下 是什麼樣的獎勵小遊戲 遊戲要怎麼玩 規則怎麼定 有幾個人可以玩 然後最後的獎品是什麼 老師 拜託你趕快告訴我 瓜瓜好 你不要急 讓老師來慢慢說好不好 好的 老師 沒問題 這個獎勵小遊戲呢 是想要鼓勵同學們 成為一位 有禮貌 守秩序的好寶寶喔 那要怎麼做 才能成為有禮貌的好寶寶啊 像是看到老師有打招呼 或者是有整理自己的座位 或是有整理自己的服裝衣容 這些都是好寶寶的表現喔 老師 那如果在家裡有幫忙一起做家事 這也算是好寶寶嗎 當然算啊 老師 那譬如說 扶老奶奶過馬路也算嗎 這個也算啊 老師 可是這個遊戲應該要適合 全班都可以玩耶 就是阿寧不能玩啊 阿寧可以啊 阿寧可以啊 太太你什麼意思 沒有啊 因為剛剛那一些同學說的 這些禮貌啊好事啊 她都不會 太太 老師 我也可以跟瓜瓜一樣 我會每天做好自己的整潔工作 像是自己的服衣檢查之外 還有地板 掃地 拖地 踏上戶 我都做得到 我甚至還可以扶老太太過馬路唷 老師 我告訴你 她的服裝衣容不及格 因為她第一個扣子沒有扣 而且妳剛剛說桌面要整潔 我的桌子已經收空了 她上面還亂七八糟的 這樣子一定要扣分 妳還先給我點數才行 瓜瓜阿寧 你們先坐下來 不要這麼激動啦 阿寧 老師相信 你一定可以表現得很好的喔 加油 謝謝老師給我的機會 謝謝老師對我有信心 老師 謝謝您 好 那同學們 我們來看看這個 點數獎勵表 我們來看看貼紙 蒐集了幾張 會有什麼樣子的獎勵呢 來 我們一起來看 五點的話會有什麼 小難過 十點的話會有 飲料 十五點會有 彩虹筋 那二十點呢 筆記本 同學們喜不喜歡這些禮物 喜歡 老師 我看到最大獎五十點有那個 迷你巔峰扇 超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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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物好棒喔 我平常那麼乖 我應該會拿到吧 不可能 同學們喜不喜歡這次的禮物啊 喜歡 謝謝老師 還有一個好消息喔 就是呢 同學們 你們每搜集了十點貼紙 老師呢還會再多給你們一張貼紙喔 哇 太棒了 那我一定要搜集到十點 太棒了 太棒了 剛剛看到迷你電風扇 已經燃起我的鬥志了 我一定要比阿妮最早集到點數 看看誰比較厲害 好 那 摸摸的集點本在老師手上 我們現在發下去 好 是 好 從這邊發下去喔 幫忙傳 對 幫忙傳下去 每個人一人一本 這邊 這邊 我們這邊還沒拿到 那同學們 集點本記得要收好 不要弄丟囉 謝謝 好 老師你這個集點本 集點本好精緻喔 謝謝 這是老師親手做的 好厲害喔 好厲害 那我趕快寫上名字 謝謝 謝謝 同學們 名字通通都寫好了嗎 寫好了 好 都檢查一下喔 畫一個小花 好可愛喔 那有沒有同學可以幫忙老師 把這張點數獎勵表 貼在後面布告欄那邊呢 老師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也可以老師 謝謝喔 我貼得很完美喔 好同學 首先放下來 我們這次請 大樹還有太太幫忙老師好了 好 為什麼 老師 之前老師請你們幫忙過啦 老師可是這樣子的話 太太跟大樹 就有點數了啊 對啊這樣對我們兩個不公平 不公平 阿寧瓜瓜 你們不要這麼斤斤計較 何況老師又沒有說他們幫老師貼這個點數獎勵表 就要給他們貼紙 誰沒有貼紙啊 老師 我們沒有貼紙喔 對老師謝謝你們的幫忙 喔 要做就要做好啦 不要那麼斤斤計較嘛 加油喔 哇 我看到上面那些禮物啊好想要喔 那我一定要當個有禮貌守秩序的好寶寶 而且啊如果我們今天有把打掃工作都做完的話 說不定老師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很棒 一人一張貼紙 有不能喔 對 各位同學 我們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拿貼紙 拿貼紙 加油 同學們的加油 我可以的 好那我們準備上課囉 好 好 老師我記得是這七十三頁 嗯 那你好棒 七十三頁是老馬仕途 好厲害 好那開始準備上課囉 好 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有七點 欸你們大家 點數都集到幾點啦 喔我跟你們說 我原本啊有十五點 可是現在剩下五點 為什麼 因為換禮物了啊 我現在剩七點 我跟小花一樣我都拿去換小糖果了 哇 那個小糖果真的很好吃對不對 真的 真的 各位同學 我集到二十點 二十點 好多喔 瓜瓜啊 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你那麼愛吃 怎麼都不會想說要去換什麼 小糖果啊 飲料 對啊 好耶 因為啊 我想要集到五十點 換那個迷你電風扇 哇 你的目標好大喔 那你們其他人呢 都集到幾點了呢 嗯 我沒有那麼多啦 我也換過一次了 現在剩下六點 我剩下 一二 我剩三點而已欸 啊 我也換糖果換掉了 我只剩下七點 你們都好多喔 我只剩下 一點 啊 什麼啊 一點 阿妮你怎麼會只有一點 阿妮 你意志力很弱欸 沒有啊 因為我就想說我之前有集到了十點 我就想要拿去換飲料 因為飲料是外面買不到的那個很好喝的口味啊 我就 拿去換飲料 所以只剩下一點 我之前還有自信說會贏呱呱 對啊 還是剩一點而已 你還說我你只比我多兩點 你三點而已啊 就是比你多兩點啊 你也猜多兩點而已 贏就是贏啊 不要猜兩點而已 我也很努力啊 對不對 對 好啦我們貼紙再集就有了不是嗎 對啊對啊 而且我覺得阿妮沒有錯 集貼紙本來就是要換禮物啊 對嘛 阿妮 我告訴你一個方法 我可以幫你把點數保管好喔 蛤 保管好 你把你的集點卡放在我這邊 這樣子 你就不會隨便拿去換東西了啦 就可以集到更多點換電風扇 對 好 瓜瓜 好方法 謝謝你 我幫你保管 謝謝瓜瓜 哇 我覺得你的這個想法真的很棒耶 你能不能也幫我保管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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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 好 大家都拿過來 拿過來 我幫大家都保管好 但是大家 不可以隨便去換東西喔 好 謝謝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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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瓜瓜銀行要開張了 瓜瓜真的很熱心耶 對啊 謝謝瓜瓜 謝謝瓜瓜 老師好啊 老師好 老師好 哇 同學 你們覺得這次的點數小遊戲 好不好玩 好玩 那有沒有同學啊 跟老師分享一下呢 喔 甜甜你說 老師 因為這次的遊戲啊 我好有成就感喔 我在路上有遇到一位小弟弟 然後啊 他的書包忘記關了 我就把他關起來 他就很開心的跟我說謝謝你 當下我的心裡覺得好溫暖喔 哇 老師 我又覺得啊 因為你說集滿十點 還會多一張貼紙 所以我就感覺有一個目標 就會更努力 更努力的想要趕快集點喔 喔 對對對 有一種積極向上的感覺 我突然想到老師 我跟你說喔 瓜瓜同學很厲害喔 他都把那個點數累積起來 不去換小禮物 現在啊 他是全班點數最多的同學喔 對啊 老師 所以我們大家每一個人 都把自己的集點的本本 給瓜瓜保管 我們大家要一起換 聽你們講完 老師覺得瓜瓜好厲害 深深佩服瓜瓜耶 謝謝老師 老師 我只是幫大家保管點數 讓大家不會亂花點數 可以集到更多點數 換最大的獎品 瓜瓜真的很棒 我們給瓜瓜掌聲鼓勵鼓勵 好棒喔 好 那老師其實呢 這次會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除了希望同學們有禮貌守秩序之外呢 也是要教導大家理財的觀念喔 理財 我突然想到老師 我跟你說喔 瓜瓜同學很厲害喔 他都把那個點數累積起來 不去換小禮物 現在啊 他是全班點數最多的 很多的同學喔 對啊 老師 所以我們大家每一個人 都把自己的起點的本本 給瓜瓜保管 我們大家要一起換 電風扇 YA 哇 聽你們講完 老師覺得瓜瓜好厲害 深深佩服瓜瓜耶 謝謝老師 老師 我只是幫大家保管點數 讓大家不會亂花點數 可以集到更多點數 換最大的獎品 瓜瓜真的很棒 我們給瓜瓜掌聲鼓勵鼓勵 好棒喔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那老師其實呢 這次會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除了希望同學們 有禮貌守秩序之外呢 也是要教導大家理財的觀念喔 理財 老師 可是我們還是小朋友耶 理財 我都不懂 爸爸媽媽不是會幫我們存錢嗎 我們應該不用管吧 對啊 大叔 像是我們過年的時候啊 都會收到紅包嘛 壓稅錢 爸爸媽媽都會幫我們把它存起來 所以我們還有需要學理財嗎 老師 當然需要啊 理財的觀念最好啊 是從小學習 今天老師有準備一段影片 我們先來看一下影片 看完之後我們再繼續討論 好 這就是傳說中的聚寶箱嗎 嗯 從寶物百科書上來看 應該沒有錯 這就是聚寶箱 嗯 那下面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猜它指的是時間 應該是放上一定的時間才會有效果 我們放一個月看看如何 嗯 好吧 那就等一個月再來看看囉 十三 十四 十五 哇 我一個月前放一千斤 今天真的就多了十五斤耶 嗯 果真如我所想 一個月果然多增加了一點五趴 照這個情況 假設我們放上了半年 應該就可以變成十趴了 哇塞 那這樣當然要放久一點啦 就可以勝出更多金幣啦 耶 哇塞 十七 十八 十九 兩百九十一 兩百九十二 什麼嘛 我跟空爺一樣放一千斤進去 為什麼他的金幣看起來比我還多 嗯 小副 你是不是曾經有把錢拿出來花過啊 欸 有嗎 我不記得了 哇 存到今天多了一百斤耶 哈哈 這樣我的限量披風又有著落啦 但是我還是不懂 寶箱不是半年就會生出一百斤嗎 一年後 寶箱就應該只會生出一百乘以二 也就是兩百斤啊 那是因為啊 半年前生出的一百斤 我都沒有拿出來花掉 所以寶箱就會自動的將一千斤 加上生出來的一百斤 合併起來 去計算下一個半年期要生的金幣數量 因此只要我放在寶箱內的時間越久 我的金幣自然就越來越多啦 就像這本百科全書說的 原本放進去的金幣 生出了新的金幣 生出來的金幣 又可以生出更多的金幣 你們遇到的問題 就讓我來解釋一下 一開始存進寶箱中的金幣 我們稱之為本金 而從本金生出來的金幣 就叫做利息 空爺之所以會存得比你快 是因為它除了沒將本金領出之外 甚至還將利息繼續放入寶箱中 在由利息前生出更多的利息 小副 像你這樣先把利息的錢拿出來花掉 存錢的速度當然不會比空爺快啊 因為你只用本金去滾利 所以這是一種單利 而聰明的空爺使用的這種方法 是本金加上利息一起去利滾利 就稱為負利效應 你看 這就是負利的魔力 一年後你們已經可以看得出差距了 五年後 十年後的話 你們的差距會更加的巨大喔 原來如此 我以為只要單純把金幣存進去 就可以發大財了 沒想到還有這麼深奧的理論 其實一點都不難 只要你多想一下 就會想通的 而且存下來的錢 就可以運用在你真正需要的東西上啊 每次買東西你都跑第一名 但是論聰明才智 你倒是得像空爺學習一學習啊 同學們 看完小短片之後 你們會不會覺得 爸爸媽媽賺錢真的很不容易耶 就像你們累積點數一樣 是不是很困難啊 真的啊 老師 要幫助別人或者是有禮貌才能有一點 如果沒有做到就沒有貼紙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其實也是滿難的耶 對啊 所以同學們 你們是不是回家要跟爸爸媽媽說聲 謝謝辛苦了好不好 好 其實啊 集點本就像銀行的存款一樣 我們要一點一點的累積 平常啊就要養成儲蓄的好習慣喔 老師 這個活動呢 我很有感受 尤其是看完影片之後 像是我集到十點了對不對 但是我就忍不住想要去買飲料 換掉了就好像影片中那個小副一樣 他錢存了這麼久 結果都花光都沒了 所以累積貼紙是不是很不容易啊 不容易喔 所以老師今天才要教你們一些理財的小觀念 我們要從小學習 老師 那我們要從什麼地方開始做啊 喔 那像剛剛大叔有說啊 我們的爸爸媽媽會幫我們把錢存起來對不對 嗯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善用銀行 把我們的錢固定的存到銀行 而且也可以為我們的存錢 受理一個目標 這樣子存錢起來也會更有動力 養成儲蓄的好習慣喔 喔 老師 我知道 我媽媽有說過啊 就是我們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東西你有沒有需要 如果需要的話你再買 如果你真的買的話 你可以用一本筆記本 把你花出去的錢把它記下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知道 你花了多少錢出去 對 瓜瓜 對 瓜瓜很棒喔 已經養成了記帳的好習慣了 啊 老師 我剛剛看影片啊 有覺得一個地方好奇怪喔 為什麼小富跟空爺 他們把錢放到聚寶盆裡面 會變更多的錢跑出來啊 對耶 那是因為聚寶盆呢 就像是銀行的定期儲蓄 定期儲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固定把一筆錢存在銀行裡 銀行就會固定的分配利息給我們 所以存的錢越多 利息也會越多 慢慢慢慢的 我們的錢就會累積起來囉 但老師你剛剛講那麼多 我有一些地方聽不懂耶 什麼是利息啊 對啊 哇 利息啊 那老師舉例來說好了 像我們這次的幾點遊信 是不是每十點呢 老師就會再回饋你們一點呢 對 那這一點就是老師給你們的利息 那老師 我看影片裡面還有說 單利跟負利 那是什麼意思啊 好 老師黑板上有一些簡單的公式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喔 你們看 用本金去滾利就是單利 用本金加上利息去利滾利 就是負利啦 老師 這個數字好多喔 我什麼都不懂啊 對啊 而且老師 你看那個負利的第二年 為什麼會變成105元 再去乘以利息啊 我一開始不是只有 存100塊進去嗎 好 那老師來簡單 掘類一下好不好 好 就像是你有一隻母雞 母雞會下蛋對不對 對 那我們的母雞下了 一顆蛋 然後我們就把它吃掉了 這就是單利 那我們的母雞如果 下蛋了 我們不要把它吃掉 讓它再孵成小雞 再繼續下蛋 這樣子我們就有更多的雞跟蛋 這就是負利啦 老師我知道了 我們有更多的雞 又有更多的蛋 然後我們不要把蛋吃掉 讓它啵啵啵啵啵 都變成更多可愛的小雞 這樣子就好像我們錢 存在銀行裡面 就可以錢滾錢 越來越多錢 就變成大富翁對不對 對 對 好可愛喔 所以同學一定要好好的 現在就開始規劃我們的每一筆錢 好嗎 好 好 我們要一起變成大富翁 耶 所以你才除去 那同學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想一想喔 老師 可是那這樣子 如果小雞一直生一直生的話 那我們就吃不到雞肉啦 嗯 一直生一直生就會有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撥一些來吃啊 喔 What a piggy 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a piggy bank What a piggy 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a piggy 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a piggy 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